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财经幕house 我是蓝木华 礼拜五台北开始下雨 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 你所处在如果是中南部的话 有没有开始感觉到天气要变 这个礼拜台股大变盘 天气礼拜五才变 但是台股从上半周就开始变 这一路的上涨的行情 让很多人都觉得说 哇这个台股终于又活回来了 而且单日的成交量也蹦到了快3000亿 好久不见了这个3000亿的量又回来 所以价量齐扬整周指数 涨了这个700点超过700点 从15400点 涨到最高16200点 突破16000还会再继续挺进吗 周六520下周一的行情到底怎么观察 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气氛之下 大家想到520想到这个所谓成绩单 也就是说呢 蔡英文八年任期所缴出的成绩单 其中在绿能的部分 在节能减碳的部分 以及台湾要达到这个碳中和 零碳排放的这个政策方向 是不是缴出了一个合格的成绩报告单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话题了 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讲说这个碳权了 包括碳交易所7月要成立 这一连串所牵扯出来 这个全世界在温室气体效应排放之下 地球暖化不得不走上 全球要去减碳这条路 对台湾企业会产生莫大的冲击 但冲击的背面是大商机跟大投资机会 我们今天一并正反两面都来告诉各位 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下 在美国他们现在比较 把碳的这个事情放后面讨论 因为现在当头大麻烦 就是所谓的X-Day D-Day到底会不会爆发债务违约 这个事情是迫在眉睫 碳这件事情是未来长远的事情 所以美国现在媒体都在讨论 美国债务这个上限 到6月1号是不是真的如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所讲的要违约 所以美国财政部现在手上现金 到5月17号各位知道吗 只剩下了683亿 这个美金这个683亿很快就可能会用光 因为他每一个月光是这个 social security 我们就讲说这个美国一个很大的 这个政府的支出叫做社会安全计划 这个类似政府要发支票给养老金 这样的一个计划 美国现在有5500万人在领social security 这一个月都要发出几百亿美金的支票 联邦雇员的薪水 这个退伍军人的wellfare 实务券 这个都是要美国财政部要花钱的 另外还要这个债务还要还利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不要说6803亿美金很多 事实上非常有可能会在6月1号就用光 那根据美国财政部现在目前的这个最新的数字呢 此前一天就是5月17号之前还有946亿 到5月17号当天只剩下683亿 又一笔大钱花出去 上周末还有1400亿美金 你看到美国政府是怎么在花钱 花钱如流水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非常有可能会违约 不过好消息传来了 美国总统拜登虽然说这一次还是照如之前的行程安排 去日本广岛参加了G7峰会 但是他却决定了不去新几内亚了 也不去澳洲了 原本在日本去完之后要到这两个地方去访问 他提前返回美国去解决这个债务上限危机的问题 在周日据说又要再跟美国的这些参众两院的议员 不管是他的这个这个助手 或者说他自己本人可能就要再进行最后的磋商了 因为之后美国的国会就要放一个礼拜的假 放一个礼拜的假要到这个5月底 这个议员才会再回来 所以在这段时间真空的时间里面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就是共和党 所主导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已经讲清楚 如果说一旦在周末达成了协议的话 他们会随时把议员找回来进行投票 24小时之前会通知议员 那在这样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债务违约 似乎露出了这个两党谈判的曙光了 我觉得终究会解决 只是说这个歹系脱棚脱到最后一刻 事实上这个金融市场也蛮难熬的 不过台股似乎老神在在很笃定的上涨 告诉大家说不用担心了 我们台湾的这个股市的行情告诉你 美国债务不会违约的 如果会违约的话股市不会这样涨 所以我们也认为说美国债务违约的几率非常低 只是说美国股市这礼拜还是多少受到压抑 比较是一个区间行情的走势 另外在调查方面 美国人长期投资 因为大家现在风险意识上升了 对黄金的支持度已经超越股票了 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盖洛普的一个民意调查 应该是真的 盖洛普这个盖五名应该是得到大家的信任 首选的长期投资资产还是房价 不过房价有明显下降 各位可以看到上面这条线 但是他从去年创纪录45%的支持率 大幅下降到34% 但相较之下 黄金已经往上升 支持率从2022年的15% 要升到26% 这是2012年以来最高的情况 不过我们今天的焦点不是来谈国际市场的情况 我们是把一些重要的国际消息 先跟各位报告之后 我们今天的重点在于所谓的节能减碳 所连结出来的大商机 或者说大危机 我觉得危机转机是在一线之隔 就看企业怎么去应变 我们作为投资人 我们怎么去掌握这一次的所谓的节能减碳的 大的一个浪潮 大的一个机会 这今天我们就要请到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林轰达 来告诉我们 宏达你好 是 木兰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在宏达这个谈论他的看法之前 我们先告诉大家 这礼拜有一个大会在转 这个在讨论这个话题 这就是说2023年的电子资讯产业低碳转型永续峰会 这一场不是大拜拜 是号召了20多家的一个国内外供应链伙伴出去 就是在科技产业的部分 大家讲说这个将来如果说是要零碳排放的话 最主要冲击是钢铁 速化这些行业 其实是不一定的 这个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影响 这个碳排查碳足迹不是只有这些高排碳的企业要被盘查 要缴出报告 包括科技资讯产业都是要的 所以包括鸿基华硕代尔技嘉惠普 这个微软还有电子五哥 像鸿海广达人宝和合硕伟创应业达光宝 都在官方的号召之下 共同宣誓他们要吸收减碳 事实上也不是他们宣誓要减碳 是他们一定要减碳 因为他们要做未来要做外国的生意 像是苹果像是戴尔尔这些厂商的生意 他们就一定要达到国外的所谓的碳排查的一个要求 而且甚至要被磕碳税 那合硕董事长同志也讲说 当2020年开征碳税 台湾会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 非常不利是他这样的说法 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说法之下 也使得大家更关注了这个话题 他说不减碳的话 不低碳转型的话 台湾的贸易会受到很大的威胁 那这个部分我就来请教宏达 这是有点颠覆我们的想法 过去都讲到说只有钢铁、树化 这些高碳排的行业 会受到这一次的所谓这个碳税的一个影响 因为交易所要成立了 大家也要知道相关的执法也要订定出来 应该明年台湾就开始要逐步课征碳税了 所以说这些这个高碳排的企业会有影响 但没有想到资讯科技产业也很紧张 其实你如果去看那个我们台湾有这个排碳大户 或者用电大户这些人就都是这个排碳第一名会被列管的 其实里面不只是钢铁、塑化 非常多半导体、非常多的这个面板 还有你说其他这个跟高科技有关的零组件都在里面 所以你以后如果说我算一下这台电脑里面有多少排碳量 那自然就影响到他们 所以我还是先要从这个来谈一下 对 其实有两大会嘛 我也跟各位报告 我这个题目我过去几个礼拜都在上个计算碳盘查的课 老师就讲一句话 这个照片你们要仔细看 什么意思呢 大家这种大会以前看很多对不对 他说各位等一下我讲到 你如果是他的供应商 这些人站出来的意思是什么 我不只自己要减碳 我还要求我的供应商的减碳 所以我去上那堂课的时候 有一些这些科技厂的供应商就一直在问 苹果接下来要做什么 他们会不会受影响 那我在跟各位讲 从董董事长讲的是很有道理的 这是一个影响我们接下来十几年 整个产业都会受影响的大事 那我们要仔细看清楚 为什么这个事情走红 因为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每次讲到温室汐滴 都先讲到这个北极熊对不对 讲了好多年了 怎么突然开始就说 好像这么严重呢 主要是法规 我要跟各位讲 其实欧盟在2019年的时候 其实推了一个欧盟的气候法 这不打紧 他是设立的一个目标 他是2030年要叫1990年 那一年 那一年排放的这个温室汐滴 要减少55% 这是挺多的 怎么做呢 他的意思是说总量管制 意思是说 那我们就之前有什么京都议定书啊这些 意思就是说各个国家坐下来 大家都说好像是真的有这么一件事 那我们一起要来解决 温室汐滴 这个会影响我们全人类 那怎么做 大家分配 意思是说你美国可以排多少 台湾可以排多少 欧洲可以排多少 分配 国家分配完之后 各公司分配 所以呢 超过泛排放量分配的 那个quota的公司要付钱 而且标准会越来越隔 那不过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讲 目标不是说 你就都不能排放 碳 我们每个人呼吸也会产生氧化碳 他的目标其实是说 business as usual 就是说你的生活生意还是要正常 但是要在要用很严格的标准 在你只要生活正常的情况下 多的都尽量不让你排了 还有你的碳排跟你的碳机收 其实是可以去做体检 对 还有一个非常科学非常复杂的系统 但是要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准 那欧洲提这个 他欧洲就说我要举这个大旗 我就是全世界比美国还走在前面的 那怎么样 你的产业是不是成本就提高了 一定的啊 所以欧盟出了一个很可怕的招 他叫什么 21年推出碳边境调整机制 这个叫Seabank 那各位一定要记得 这很严重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消除欧盟跟出口国之间 因为碳减碳产生成本差异 意思是什么 这个很狠耶 大家要平等 不管你是什么 你的公司在哪里 其实你要跟我的企业是立足点一样 各位如果看专业名词 他们用一个很高深的名词叫做碳泄漏 但我不要跟各位讲这么麻烦的 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欧盟花了这么多钱跟力气去减碳 我的成本一定比较高嘛 如果你亚洲成本比较便宜那怎么办 要你付多一点钱 你的成本就跟我一样了 然后你还最后会被逼的 不得不来我欧盟设厂 要不然的话你就不能卖到欧盟 而且因为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解释 因为现在美国跟中国都加入了 所以如果像台湾这样高度仰赖出口 一定要重视这个事情 这个叫碳边境税 好 那他怎么做呢 如果欧盟之外的国家用高碳排能源 做生产低价销往欧洲 他就认为说那你是在破坏我们减碳吗 如果欧洲的人还是继续买你便宜的亚洲货 那我不是继续在排碳吗 而且他也会认定这是不公平贸易 不公平贸易 所以什么 所以他有很多方法 所以他有分阶段 他要逐步的去取消免费的碳排放额 意思是什么 就是先叫你自己申报 然后呢让你慢慢的为你所排出来的碳付钱 我们先慢慢一步步这个掐紧你脖子 对 这很严重的是 第一步先要影响的是谁呢 钢铁水泥铝肥料 电力大家可能看不懂 不过欧洲因为他有时候会往欧盟之外会购买电力 这给我冥想可能比较小 那电力他也算 氢气特定条件之下的间接排放 比如说 有些钢铁 螺钉 螺酸 这些 你都可以看到 那个 这些都是台湾的一些出口大象 对 所以这是第一波确定的 这个资料来源是国贸局 所以 所以他会在2023年10月1号生效 不过 各位还先不要那么担心 那不是马上要交钱 我来说明一下 他什么分阶段 这个慢慢的来让你 但是大家已经开始在紧张了 不是紧张 是很紧张 很紧张 你看这些 很紧张 这些大老板很紧张 为什么 第一阶段要调整期 2023年10月没多久了 几个月以后开始了 然后到2026年1月 要什么呢 要你进口商申报产品中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什么意思 你卖个罗酸对不对 对 你这个生产的过程里 你的厂区有多少锅炉 用多少煤 用多少油 用多少电 麻烦你打个报告 来是我们欧盟可以接受的报告 然后一起申请 所以报告还不能乱打乱听 你还要欧盟我自己可以认可的 对 你现在其实那都是非常严格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解释 这个报告的认证机构也很重要 我去上课的时候 马上就有人举手说 老师我们没办法那么快交报告怎么办 我说还是可以进口 不过你的碳排放量 用我们欧盟最差的状况来算 就是把你当成 等于说是最高标准的 就是坏学生 就是最差的话 以后如果你都不改变 你就要付最多钱的意思 等一下会解释 这第一阶段 先查清楚 先查清楚你排多少碳 你不是要交报告吗 要交多久 交两年多 交到2026年1月 好 2026年1月 然后呢 这等于说是一个缓冲期 缓冲期 不过各位要记得 欧盟的公司从1997 去年开始 人家已经早跑了十几年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跑 光两年多能不能 等一下会讲 看那个碳盘查怎么做 然后实行期是什么 2026年1月开始 要收钱哦 什么收呢 进口商要申报上一年 进口产品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超出免费排放量的部分 要去买 C-BAN的凭证 他怎么来抵说 我超排了两万吨 那我买两万吨的凭证来 他就不会罚你 否则会罚很重 然后会给你免费配额 但是免费配额会逐年降低 这才可怕 然后 你要缴的钱越来越多 如果你的排放量不降的话 而且在欧盟 这个是什么 拍卖价 那个凭证是拍卖定价的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个很有趣的问题 他就说 你知道这个凭证什么时候最贵吗 要交之前最贵是什么 因为他本来每年都想 我今年碳排降低一定会达标 结果到年底盘他发现 哇没达标只好去买 哇已经涨起来了 因为大家都没想到自己今年没做到 所以以后这就会变成新的压力 所以2030年的目标就是2030年的时候 要叫2005年温室气体降62 各位想一想你的用电能不能降62 你都知道这个压力有多大 2030年没几年 2030年今年过完了之后 只剩下6、7年的时间 压力很大 而且要降50% 是所以 而且还不只是欧盟 然后2026年就要开始缴钱了 最可怕第三阶段 取消免费配额 2034年的时候 温室气体的免费配额会完全退场 要用成 所以呢 如果你不降低的话 那你的这个成本 他就会 你要缴很多的碳税吗 那你本来赚的钱 可能就要被碳税吃掉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据说也不是只有欧盟要实行 其他各国就陆续也要推动 对不对 对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美国其实他也推出了一个叫做 清洁竞争法案 而且是什么时候要实施呢 他是2024年就要开始 而且他讲的其实更清楚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先把我美国的这个平均的这个碳排放量查出来 画一个平均值对不对 然后呢 接下来你如果输入的呢 你就要跟我比照办理 他从2024年开始 要来开始征税 所以呢 2025年呢 这个基准线 我今年排10万吨碳 明年可能就开始慢慢下降 跟欧盟的道理是一样的 你这个碳能够排放的量 是每一年都要降低的 怎么收税呢 2024年开始是每一顿55美元计算哦 这不是永远55哦 每年以通膨水准加5% 通膨加5% 不是只有5%哦两个哦 然后呢 增加这个税 然后所以呢 那标准呢 你才排碳的标准是 前面从2025年开始是2.5 2029年之后每年是下调 5%就加速 所以呢 谁受影响 石化燃料 石油 化肥 氢气 几二酸水泥 钢铁铝 玻璃纸浆 纸张以纯碳 碳排量高于平均水准的 那科增碳税 2024年开始实施 他美国现在通膨又这么高 大家希望通膨降一点 对不对 没关系这个 超票印有 超票印有 24年没有很久哦 对啊 你说各位要不要焦虑一下 而且 据我知道像苹果这些大的美国公司 像B&W这些大的欧洲公司 都要求它的供应链在2030年 要达到这个所谓的碳中和 我在上课的时候 这个 我们同学就 有点不服气的举手说 哎 老师这样的话他们就买不到我们 这个台湾厂商便宜的产品了 老师说第一个 这个为了这个地球永续 欧洲人第一个还没有 在乎价钱 第二个呢 各位看哦 因为不是只有欧洲哦 你看美国买单了对不对 中国也买单哦 中国说什么 2030年碳达峰 2060年碳中和 他也没有他也没有说他不做 所以欧洲美国中国都在里面 然后七大工业国 还有加上全世界有目前有51个国家都已经有相关的法规了 就是说你要慢慢降 所以我们台湾是以外貌为主嘛 你不做欧盟生意 那你看你要不要做美国跟中国的生意了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 对那我们自己推了什么法规呢 除了我们刚刚讲说那个 今年我记得年初的时候通过那个气候变迁应用法嘛 三读通过了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法所定出来的所谓的碳交易所 碳交易所就是因这个法而出现 另外呢就是说要开始在明年要磕碳碎 对不对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母法对不对 那看这些法规你就知道现在这个相关的商机会怎么出来 第一个就是说2017年的时候我们台湾修了电业法 所以那个时候绿电也开始买卖 太阳光电从那时候开始 2021年的时候我们有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规定就是说5000千瓦以上用电的大户一定要用再生能源 这是个还好 2022年的时候金管会推了一个上市贵公司永续发展路径图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叫你只要上市贵公司 你都要盘查你有多少的碳 那2023年就是刚刚慕华兄所讲的 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 它改成气候变迁经营法 三读通过了 所以我们开始会有碳的这个交易的机制 开始要跟国际加速的来接轨 对我们讲最近不是这个盘查是个很热的生意 各种的征兆 对不对 但是我们刚有讲到说企业 现在目前在重视这个简单一期 但是确实只有不到一成的企业能做好碳排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调查来源是环保署 你可以看到说有85%的企业认为说 碳排查减量是重要硬体 在过去5年成功实施这个减排愿景只有11% 有能力完成盘查计算就9% 91%没有能力 大家都在无杀杀 然后企业估算它的碳排计算结果的这个错误率高达30到40% 就是现成现在的状况是环保储存来之类 对因为其实我去学了这个课之后发现真的你要做碳排查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碳排查在做什么呢 其实它有分组织跟产品 那产品就是叫碳足机 那个我们就今天先不讲 像组织的碳排查是说你这个公司比如那个工厂 在你的工厂的地里面 你有设多少锅炉 有设多少的这个冷气 对 因为冷煤也是一种温室气体 冷气都算 所以这里面怎么算 以后大家用电风扇 手摇的 还不用电的 我们刚刚不是讲第一阶段不是说先交报告吗 那做什么 那先算出基准量 baseline 你究竟以前是排多少 对 怎么算呢 那其实很复杂 它有三个关键字 第一个叫做 范畴1 范畴2 范畴3 我想各位很快就会常常听到 就像以前我们讲什么 Level1 Level2 我们以前的大家都还不熟悉自驾车 新知识学一下 这很重要的新知识 范畴1是指说 你的公司里面直接 你的公司所设的范围里面 你有工厂 围墙里面 你有多少锅炉 它叫做直接燃烧 它有四个四种 四种的 比如说你有固定燃烧源 锅炉 或者你有这个移动的燃烧源 那或者像制程 或者是像冷气 冷气里面的冷煤如果 跑掉了 它也是一种碳排放 那怎么算呢 每一台冷气的那个旁边 不是都有个明板吗 去拍 那个会计师会去拍 你这个里面有多少容量的冷煤 然后你的这个冰水煮机 或者是你的锅炉 用多少的煤 或者你的盘到细到连 紧急发电机里面有多少油 买那个油有没有发票 拿出来盘 够不够细 这是第一个而已 这是范围1 所以国外都是用会计师事务所在做盘查是吗 对 其实像澳洲这些很多是用会计师事务所 那用会计师什么 聚系名移 有单聚才算数 所以是非常科学 非常仔细的在做这个事 而且还要现场实地盘查 对现场实地盘查 所以在范围外是指 像外购电力跟蒸汽 所以呢 其实你要知道谁 排碳很多很简单 你看他用电量就知道了 因为我们台湾的每一度电 大概是0.4多的公斤的碳 你用电越多排碳量越大 台积电就跑不掉了 现在是一二都列在排碳的范围里 怪不得大家算台积电一年的碳排放量 二氧化碳当量要达到850万公噸 是相当大的量 所以台积电你那个永续报告书就很重要 怪不得他们海外买那么多封场 一定要 这个我等一下会再解释 好 演唱出赚钱的机会 范围3就是跟很多人就有关系 范围3是什么 不是我自己的 但是是我的供应商所造出来的碳 比如我的上游 比如说我是个电脑公司 上面那个玻璃保护玻璃 也算你的碳 下游我 我甚至这个产品运出去的时候 我请货运公司 货运公司用的不是电动车 用的是燃油车 对不起也算了 这个都算了 这个就是要讲一个 你坐车子也 公务出差也算你的碳足机 也要算碳 也要去做碳盘查 你坐飞机也要算 是啊 所以你看为什么难 因为目前我这个是上环保署的网站去看 他认定的这个检验机构是7家 很有名SGS 然后这个劳市的这个检验 这英国很有名的 德国莱茵这些 我们台湾现在 因为目前是讲到说 好像四大会计事务所是开放可以查了 对 不过我是根据那个环保署 所以我就没把它列上来 是这7家 还包括了一些像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 这都是上面有名的 他们都要去赚这个钱了 要转型去赚这个钱 你说人够不够呢 不够 对不够 为什么不够 这个就很重要了 金管会说 你们我们刚刚不是都说要盘查吗 对 很快要开始 你看2023年是什么 日本额100亿元以上的钢铁和水泥业公司 要开始盘查 先盘查个体公司 然后什么 到2025年都是并表 并表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是看很多年报后面都有100家 对 和并表指公司全部都要列出 并表就是100家麻烦都把它查出来 然后合在一起 告诉我你排多少碳 才7个检验公司 而且越来越多资本额越下降到50亿以下都要了 就是影响的人越来越多 你看 接下来资本额50到100亿也开始了 2025年开始盘查个体公司 然后资本额50以下也是从2026年开始 慢慢到什么 2029年基本上大家都完成 那就1700多家全部都要接受碳盘查 检验公司才 7家 你说够不够 我们赶快去开检验公司 没有 这个是要国际认证 国际认证 什么人都可以去开 绝对不是简单的 对 如果简单的话 这个生意也不会那么好赚 可是有风险就有机会对不对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特斯拉这个 特斯拉就卖这个探权赚钱 这个其实是讲 我就去看 我们刚刚不是讲说今年才开始要开跑吗 为什么特斯拉就用探权赚钱了 他已经赚好几年了 其实探权的交易是从1997年京都议定书之后就开始有 因为就开始鼓励大家自愿了嘛 自愿 所以他就已经说如果你的是有一个自愿的减量的话 你就可以去把他探权卖出来 那他怎么说呢 他说你可以把自己用不到的探权 去帮其他的公司减碳 那或者是说你帮其他国家减碳 比如说我是这个德国很厉害的这个锅炉厂 你的锅炉每烧一度电可能200克碳 我只要50克 那你减的就可以算在我的credit 我就有150克是我的碳权 我拿回德国去卖 等于说你减碳的部分就可以算是你的碳权 因为以前就被批评说这个中低收入的国家 就没想到会有好处嘛 那怎么办 就由能力高的来帮能力低 但是你要把钱让他分享一点 大家合作 那特斯拉的例子是什么 特斯拉是2020年的时候欧洲他规定 说每一台车的这个每公里的排放量 碳排放量不可以高于95公克 特斯拉根本不烧油啊 他不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吗 他就得到了一种特殊的探权 叫做政策探权 那这个就可以拿来卖谁 卖给其他卖燃油车的公司 比如说这个福特啊 克莱斯勒 那个Satlantic 这些 结果变成什么 他一年有15亿美元的营收是来自探权 是这些燃油车厂卖的 结果 这些燃油车厂就发现 根本我就是在花钱帮助我的对手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越来越多公司说 我这个20几年之后我不生产燃油车 为什么 因为按照我们刚刚的逻辑 你要是价格一直在这样严格下去 我光交出去的探权 根本就不要卖车了 你那车根本就走不下去 但是特斯拉本来不是那么赚钱 我有去看了一下 他大概一年可能五六十亿美金的净利 其实他的 你看这比例不低 这个在2021年的时候 他的净利有27%是来自于卖探权的钱 对 所以并不是说他只靠这个探权就转亏为盈 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 快三成了 对 所以你说探权能不能赚钱 是可以 但是前提是你要是像特斯拉这种公司 你符合了欧盟的目标 欧盟就说 我希望全世界都最好不要排探 那特斯拉肯定是跑在前面 特别有绩效的 他就奖励你 给你这个鼓励 那到底哪一些公司会受害跟受惠 我们这边有一个表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说7月这个碳交易所就要成立 不过金管会主委黄天牧 黄作也讲得很清楚 他说大家不要想太多 这个碳交易所初期成立的时候 只是代购探权而已 你们不要想太复杂了 是初阶段代购探权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就已经使得这些所谓相关的概念股 标成一番标的不像样 所以立委也在立法院里面去执行官员 所以你看碳交易所都还没上路 股票都标五成 我们可以看到像是这个华子 华子所有大片的造林 所有很多的碳权 永丰宇也是一样 像郑龙你看他们的五月以来 其实都已经不太涨了 因为这个议题有点冷 可以看到五月只有涨了2% 甚至是下跌 但是4月20号到4月28号 这一段时间大飙 比如说像华子就涨了40% 永丰宇涨10% 郑龙涨10% 农林涨5% 这个宝龙也涨2% 那他的本益比都很高 像华子的本益比高达到将近80倍 这么高的本益比 做造纸的有80倍的本益比吗 这是鬼故事还是怎么样 这样的一个标法 到底是不是真的实质利多 还是根本就是一个假议题 这里我还是要先讲一下 探权概念股 他其实是很有学问的 我心里我给他下了一个定义 因为探权能够赚更多钱的公司 对 我们刚刚讲了欧盟 其实是全世界 大国都很用力的 要逼迫这些公司要尽量的减 所以谁跑在前面谁赚钱 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其实是苹果 苹果其实 你知道吗 苹果其实是有能源部门的 那他怎么做 因为这样他反而其实变更强 他做法就是说 我不是有很多的供应商吗 那其实美国的碳排放要求 没有像欧洲跑那么激进 可是有一个R100记不记得 对 就是台积电有加入的 那就是美国的这些高科技大厂 抢在前面先组一个联盟 来推说我也要赶快打到净零碳排 那苹果就是先说 我不是全世界都有工厂吗 他们如果用的都是这个当的店 那对我就是我的负担了嘛 以后算碳排放 可是呢 因为鼓励这个绿能 所以呢现在有一种东西叫绿债 你只要是用来减碳的 我呢 还主动就是用更好更优惠的价钱 借给你 而且呢银行因为这样 借你发那个绿债 发的多 他也可以变成ESG公司了 对不对 所以银行也很高兴 那苹果呢一毛钱不出 他去借绿债 然后什么 全世界 你中国我有很多对不对 我就说我去那边盖那个 再生能源的电厂 然后卖绿电给你 所以呢 这些供应商都跟苹果买绿电 然后呢 发多少电呢 他发出来电已经是跟英国 整个英国的风力发电的总量 13.7GW 已经是这么多了 所以 苹果很会算的 一方面借绿债 绿债的钱也比较好借 比较好借 一方面借来的钱去盖这些 再生能源厂 你看 再生能源的电厂 然后呢再把电卖给你们 然后呢 绿电贵一点点不过分嘛 对不对 我只要每一度电呢 贵一毛钱 你说苹果 就是又多赚了钱 对 然后呢 苹果因为这样 你看苹果天天都在发这种 新闻稿 他就说我现在好像六七成 苹果六七成都已经是 他的 包括他供应商都是用绿电了 所以怎么样 他自己的平等 就变成属于 ESG公司 他的排名又变前面 所以他的本益比较可以变高 聪明吧 所以大家要 想到这个国际趋势 等于国际大厂就是在玩这一套游戏 有很多学问的 所以我要提醒各位 要稍微想一下 像造林是不是取得碳权最好的方法 我上课的时候 照来讲是啊 因为他们都是造 那个 森林不是可以排出那个 排出氧气吗 吸收氧化碳吗 但是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要快计式精算 快计式精算的结果是其实森林的 这个消除碳的这个速度 其实是远低于其他的方法 那什么方法最好 那比如说有一些 比如说你那个甲烷 有一个方法比如说地底下 比如说你挖油井的时候 不是会排出甲烷吗 对 那石油公司不是每年就排出 几万吨的甲烷 对 其实只要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一年就可以消除几万吨 就是直接把它烧掉 所以我们不是说本来这个公司 是有baseline 我每年是排几万吨 对不对 透过烧掉这个方法 我一下减少了几万吨 而且会计师可以去量 我马上就取得几万吨的碳权 烧掉也会产生碳排放 在烧的过程 反正它有一些 但是至少可能它会比 直接排放的量少很多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 台积电的制程里面 有一种佛化物 其实温室气体总共有七种 并不是只有二氧化碳 这七种里面有一种台积电所用的 台积电就发明一个新的方法 去把它转换成不是温室气体 那这个转换的量 你原来排多少 转换之后就可以省下多少 但是中间你就会被奖励 它就会变成钱 所以我学到的就是说 你要减排千万不要傻傻的 第一天就自己先减 你要先去注册说 我原来是这里 然后你接下来每一次改善 都会被奖励 判判是这样赚的 那就减排的话你就会有这个碳权收入了 那照理你的问题是说 他可能要 那你要十年 然后如果有森林大火的话 那你可能就没了 森林大火会不会算是他的碳牌 所以你可能就变成别的问题 大火一烧 那个碳排放量很大 那个烟很多 所以我想这个 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台湾有哪些的公司会受到冲击 其实这个名单是怎么来 它的意思是说 我们讲用电大户或碳排大户 这个其实还不用碳排查 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因为环方署有公布我们 每一度电是0.4公克的碳排 所以从这里面其实已经第一个列管的都是这些 先把这个用电大户把它抓进来 台电就是了 台电就是了 台电光是那个台中火力发电厂 我看到的数据 它一年的碳排就1500万公噸 其实这总共有289家 这是其中一部分 但是289家 已经占了台湾大概六七成的碳排了 所以你看面板液 这个像友达群创原泰 半导体液 台积电 华邦 美光这些都是 钢铁液 钟笼 风芯 水泥 石化 玻璃 纸液 纺织 建材 化仙 铝液 甚至还有盐 为什么盐也要电解 所以最近 各股在标一些什么IP 细制裁那些公司也不是没道理 因为那些完全没什么碳排 用电没有工厂 没有工厂 他们大概只有一些员工出差 这个范畴三 会被列入到碳排的部分 对 所以我想这个 这个是一个十几年的事情 所以我们 如果要去看谁是这个碳权的概念股的话 还是要问几个问题 就是说 那你现在碳排量有多大 那如果说 开始慢慢的征收碳权 未来你每一公顿 的产品要付多少钱 就是说 你以后的这个成本会被轻 利润会被轻蚀多少 这个才是重点 因为 我们讲 你中了很多的 这个造林 但是如果说你排碳也很多 那相比之后是赚钱还是赔钱 这个就值得要仔细算一算 反正这个过程很复杂 所以不要只凭一个概念 就去乱买股票 对不对 对那个是要很仔细算的 那但是呢 各位其实判断的标准 可以去看这个永续报告书 他写的 比如说他有没有揭露他的排碳总量 他未来每一年要怎么样去降低 这个是很关键的 那如果降的好的话 他有可能会因为这样赚钱 那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重点 要跟大家讲 因为全世界都在往这个方向推 所以谁在这方面跑到前面 谁能够推零碳的能源跑到前面 其实这些公司是很有机会可以赚钱的 比如现在很多做这个功能 做这个太阳能 或做各种生殖能的 能源转型公司 对 那他们就像特斯拉一样 在推动能源的转变 那这是全世界都在努力的方向 这个就是很值得看一下 这个今天真的是上了一课 这个宏达把他上课 在台大上课两个礼拜的内容 全部帮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简的 这个报告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这三四十分钟的时间 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全部看完的话 你就会对整个现在目前的节能减碳 这个零碳排放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轮廓了 那至于说更深入的部分 或者说在投资上面 就有待大家自己再进一步的再去研究了 那如果你是制造业的老板的话 请你特别也要去注意 我们过去讲说 这个科探税 不管是台湾本地要科探税 或者是说边境探税 已经不是指纹楼梯响未见人下来 未来是即将要实施了 所以大家可能皮也要绷紧 也开始要逐步去做你整个企业的转型了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 今天非常谢谢宏达 谢谢木马兄 如果您喜欢我们财经木耗市的话 请记得六日早上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之外 记得开启这个小铃铛 让我们的节目随时可以推播给您的之外 也把我们的节目告诉您更多的好朋友 分享给您更多的亲朋好友 知道 我是阮木华 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